第1记录 中国法制进场 今日说法 啤酒促销员在KTV包房突然死亡 能否算工伤 他工作到现在12点以后 这个是还正常 一则招聘广告 为何让他们失去了更多工作机会 百分之百上当 你放心吧 就这么告诉我们 我们有人 我们上面有人啊 说法周刊 今日说法 周六特别 各位好 这里是说法周刊 欢迎走进我们本周的节目 今天是周六 对很多人来讲 今天是一个难得的休息的日子 但是对于一部分人来说 今天可能还得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所以今天一开始 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个工作时间的话题 按照劳动法的明确规定 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个小时 每周的工作时间平均下来不得超过44个小时 当然这是法律的规定 针对不同的行业 可能大家没那么严格 也没那么标准统一 你像有的特殊行业 他的这个上下班时间啊 还真就不好区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发生在上海一家KTV包厢里的事 这是KTV内的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 时间是2007年9月30号凌晨1点49分 一个女孩被人从KTV的包厢内抬了出来 准备送往医院 我接到之后我知道那叫左边下 给我打电话 拿胡产生电话打 说你老婆晕倒了 说你赶紧过来 他是女孩的男朋友名叫陈阳 他说那天凌晨他接到电话后 就立刻赶到了KTV 我可能也许说晕倒了还是怎么样的 我直接抱着他上出租车 咱手冰凉了已经 很凉很凉的 经过抢救 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女孩的生命 这份是当时医院抢救的记录 上面记载 在女孩被送到医院之前的25分钟已经死亡 而在死亡原因一栏里写的是猝死 女孩名叫胡珊珊 去世的时候才19岁 几年前跟随父母从江苏来到上海打工 对于女儿的突然间离世 胡珊珊的父母悲痛欲绝 胡珊珊生前是一家啤酒销售公司的啤酒促销员 啤酒促销的地点就在她出世的这家KTV 对于胡珊珊的去世 啤酒公司也感到非常惋惜 公司也觉得非常震惊 然后对这家人的遭遇也是非常同情的 那么在2007年9月30号凌晨 在KTV的包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胡珊珊又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呢 据胡珊珊的男友陈阳说 那天凌晨一同送胡珊珊去医院的还有另外的五个人 这五个人应该清楚在胡珊珊去世前后 在KTV包厢里所发生的事情 经过多方查找 我们电话联系到了其中的周先生和左小姐 喂 喂 您好 请问是周先生吗 对 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你说 就是去年9月29号那天晚上的事情 来跟你联系一下 就是问一下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 我不再清楚这个事情 喂 喂 您好 请问是左小姐吗 你是谁啊 你好 那个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什么事啊 就是去年9月29号那天晚上的事情啊 我们想跟你来了解一下 那我好了 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你不要再问我这些话了 或许是时间过去一年多有些久了 或许是有什么顾虑 周先生和左小姐都不愿意再提起这件事情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 在事发后 警方对此事做了相关的调查 随后我们来到了负责调查此事的派出所 见到了事发后 警方给左小姐周先生等五个人所做的询问笔录 9月30号零点左右 我和胡珊珊与小姐一起去KTV包房 这是左小姐的询问笔录 据左小姐说 她是胡珊珊的同事 也是一名啤酒促销员 平时在另外一家饭店做促销 那天晚上 他们约了几个朋友来到了胡珊珊促销啤酒的这家KTV去唱歌 后来胡珊珊也一同进入了包厢 跟他们一起唱 啤酒喝了一听 红酒她也喝了一点点 大概到了凌晨一点钟左右的时候 胡珊珊突然间倒在了地上 我当时看见她心跳很快 脸色发白 我们就马上打电话报警了 通过警方所做的询问笔录 我们大致了解了那天凌晨所发生事情的经过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 在事发后 由于胡珊珊的家人不同意做尸检 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胡珊珊的突然死亡已经无从知晓 不过胡珊珊的家人认为 女儿的猝死跟工作是有关系的 因为当时女儿还在上班 在那个本工作还没出大门 这个死亡在这边 对不对啊 对于胡珊珊家人的说法 啤酒公司不能认同 当事人士讲的是12天以后 她下班换了衣服 就是把制服换下来 穿自己的衣服以后进去的 在左小姐等人的询问笔录中 记者看到 当时胡珊珊确实已经换下了工作制服 我们将包房的话筒整理好 胡珊珊就说 她要换工作服 我和于小姐在包房等她 换完衣服的胡珊珊就过来了 那么当时胡珊珊在进入包厢之前 是否已经下班了呢 我们又找到了KTV当晚的值班经理了解情况 不过在采访中胡珊珊家属的代理律师认为 虽然胡珊珊晚上正常的上班时间是9点到12点 事情发生的时候已经过了胡珊珊晚上下班的时间12点 但是在KTV的包厢内 胡珊珊从事的依然是与啤酒促销有关的事情 胡珊珊由于去工作的特殊性 因为她作为一个酒水促销员 考虑到工作的这个连续性 所以说她工作呢 出现在12点以后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也是正常的工作范围之内 对于胡珊珊家属提出的事发前 胡珊珊还在进行着啤酒促销的说法 啤酒公司持有不同的意见 当场他们在包房里面喝的啤酒是其他品牌的 所以跟工作也没有很多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在警方所做的询问笔录中 当晚跟胡珊珊在一起的左小姐等人证实 他们喝的是从外面买的另外一个品牌的啤酒 但是在采访中 胡珊珊的家属听请的第二位律师则认为 即使那天在包厢内喝的不是胡珊珊推销的啤酒 但是跟客人建立良好关系 也应该属于工作范围内的事情 酒水的推销过程 可能一个客户建立一个比较熟悉 让客户对这个啤酒传承心赖 不是一出外就 她是换下了工作必须穿的制服进去唱歌的 那这个也不是一个工作的行为 而是自己的私人的一个聚会 尽管胡珊珊的死亡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谜 但是就胡珊珊死亡的当时 她所处的那个环境 以及她所做的事情是否仍然还是在进行工作 就这个问题 胡珊珊的家人和啤酒推销公司之间 一直有着争论 那今天我们也来听听劳动法专家左翔齐教授的意见 她目前的状态是不是处在工作状态 或者说是不是在工作时间以外的延长工作时间 或者叫加班的过程当中 这个将来会由工商认定部门进行调查以后 最后给予一个认定 那么现在就说她现在这个假设 她现在在就属于工作时间 初步的判断那就是因为突发疾病 那猝死 那这种猝死的话呢 应该是不能认定为工商的 但是呢我们工商保障条例有另外一个规定 它说是工作时间工作场所 突发疾病死亡 或者是经抢救在48小时之内 抢救无效死亡的 它叫视同工商 给予呢跟工商完全一样的待遇 但是现在的双方的争议焦点呢 就是在于她到底是不是还在工作时间 因为工作场所是肯定的 对 然后突发疾病死亡是肯定的 如果工作时间满足了 或者说确实是在工作时间 那就有可能被人定为工商 那么究竟这个争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也了解到目前这个案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 一起看一看 对于胡珊珊的猝死是否与工作有关 胡珊珊的父母和啤酒公司 有着不同的意见 不过最终双方经过协商 还是达成了一份补偿协议 所以我们是根据法律的条款 就是我们公司有补偿 伤障费 抚恤金和死亡的补助 在这个法律合法的前提下呢 我们也给了远高于法定的一个金额的一个补偿 啤酒公司说 根据上海市的相关规定 像胡珊珊这种情况能够得到两万多块钱的补偿 公司考虑到胡珊珊平时的工作表现 以及出于人道主义关怀 决定补偿给胡珊珊家人七万五千元 虽然到现在离胡珊珊去世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 但在她的父母心里 也许永远无法抚平失去女儿的伤痛 今年九月份在沈阳出现了这样一则招聘的广告 您看这上面写的 招聘列车乘务员月工资三先上三写一斤 您看看这条件 您再看看这待遇 对于现在不好找单位的大学生来讲 这个工作确实有诱惑力 在沈阳刚刚大学毕业的小张 就被这条广告吸引了 对因为毕竟有机会谁也不想错过 可能这样的工作觉得挺稳定 广告是沈阳一家中介公司信卓公司发布的 小张专门赶到了这里进行现场报名 一看到底是个好工作 要求条件还挺高 只有气质好形象家的人才能被考虑 小张和其他十几个报名的人参加了面试 在面试合格之后 公司说还要收一笔保证金 他说的那个算是保证金吧 交的是三千八 我这里应该就像是押金那种感觉 这家公司承诺 如果他们不能够按照广告上所说的那些条件 安排面试合格的人员就业 最终他们将一分钱不少的 把这笔保证金全额退回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承诺 参加面试的人员 以及他们的家长 对这家公司都比较放心 而且对以后的工作也充满了期待 百分之百上岗你放心吧 就这么告诉我们 我们有人我们上面有人呢 肯定要你上岗 如果一旦说这个没成功 或者是没有合格的话 就会说把这个钱如数的返还给我们 小张他们说了 正是因为大家觉得列车乘务员这个工作 本身待遇不错 第二工作性质也相当稳定 所以为了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位置 不少家长把当初孩子可能面临的 其他工作选择全给拒绝了 因为我女儿学校 蛮可以是推荐她去比其他工作 我们没有去 一直在等这个时间 咱俩孩子在大东区电宇 查电表 干两年半了 三年就给转正了 就这样小张等15个学生 和这家信卓公司签订了 保证上岗就业的协议 双方白纸黑字的协议一签 立刻也具有了法律效力 小张说 当时他们的心里觉得特别踏实 随后签了协议的这些学生 还被送到了威海一家培训学校进行培训 而且每人要求按照协议的规定 交了共计三万元的上岗推荐费 他这个就是连培训带保证你上岗 这一切费用都包括在内了 然后他们还说如果这个钱不交的话 就在威海那边学校不给提供租许的 就是不能搬入住 然后我就行 你说将来别的孩子都上车了 都有工作 咱孩子没去 咱家长都落马运 这钱给臭了 参加完了培训 又签了这份保证上岗的协议之后 大家都交了钱 三万块不是一个小数 但是大家觉得值 交完钱之后 这些孩子就开始等着 等着能够上火车开始工作 他总说就是在等 等两个下就有消息了 这样也是有一种提望 就也是一直在等一直在等 等来等去 始终不见信卓公司有任何消息 此时一种不祥的预感 让大家都慌了声 而到年底的时候 又传来了一个消息 信卓公司的两个负责人 已经不知去向 等我们去了以后 他们的工作人员开始查东西 一看所有的东西 张玉焕和闫玉红两口子 已经全部拿走 就连他们的工作服务 还有他们在那吃饭的 锅碗瓢盆 全部拿走 那啥感觉 那老气氛了 那你又气又急 你抓不住人 你怎么办呢 惊慌失措的人们赶紧报了警 沈阳市余红分局金针大队接到报案后 立即展开调查 我们因为这是严重的 这个涉嫌合同诈骗的案件 经过调查 信卓公司负责人张玉焕 已经写款不知了去向 而且据了解 铁路部门根本就没有委托过 这家信卓公司 代为招品列车员 因为这家中介公司 根本就不具备资质 警方经过调查 很快掌握了信卓公司负责人 张玉焕的动向 今年三月 在北京警方的通力合作下 他们将张玉焕装负责案 据统计 张玉焕卷走了四十万元方款 目前沈阳警方正在全力追查 这笔巨款的下落 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 许多学生家长几乎无法接受 因为他们付出的不仅仅是金钱 还有孩子们用钱也无法换回来的前程 钱没有了 这次的小生 我女儿的时间 可以说让我给大了 如果要不去做这个 不让他去做这项工作 找一个任何的工作都可以 孩子还怕 怕我上火 我有病 我还能闹埋怨 不管面对我 孩子没眼的 不回 回来你看妈有病 都不舍得拿起来看病 建议建议片了 工作还没做 这十两家真的有困难 今天往这来 要大车来五十万钱 两口的刀就滑了 来五十万钱 但是大家在痛心之余 更无法理解的是 对于这样的诈骗案件 难道大家真的就没有办法去防范了吗 铁路边全国这么大一个企业 这么大公司 你说招聘员就成绩就那么简单吗 就能委托这么一个小小的公司 来负责招聘工作 这是不够常理 不要清新一些虚假宣传的广告 应该到政府指定的部门 或者是指定的部门 比如说劳动局和银事部门 到这地方去咨询去 现在这些案件还在审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希望这些被骗走的钱 早日追回来 而且也希望这些刚刚踏上社会的年轻人 能够尽早的从这个阴影当中走出来 凭借自己的实力 找一份称心容易的工作 感谢您关注本周说法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